这个贵怎么样老太们 纸品没得说 放心放心我会放加热包的 包准没问题 到家就冬眠吧没事 什么怕中事 放心吧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 那就是你的问题 全我无关 再讲今天这次视频内容前 先给大伙道声谢 这几天收到了不少粉丝的祝福 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与陪伴 我也预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养归顺利身体安康 又到了一年中 最冷的时候了 相信很多龟友家的爱龟 也都冬眠了 总算是可以消停一下了 可有些人依然忙碌 忙着干嘛呢 忙着买龟 这不 现在还有人来问我买龟的问题 让我是苦口婆心的劝阻 得了 我劝的也累了 干脆做一期视频来讲讲这个问题吧 当你看完了我的这期视频后 就明白冬季买龟意味着什么 有时候 真的应该让龟商歇一歇了 相信目前还是有不少龟友在直播间看龟 画面中的乌龟依然活蹦乱跳 状态良好 好像寒冷的冬季对它们没有丝毫影响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何这些乌龟那么活跃呢 哎 聪明的 温度高嘛 不管是哪个直播间 只要这龟活蹦乱跳的 一定是在温室的环境里直播的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 倒不是说温室的龟就一定不好 而是另一个环节会面临巨大考验 快递的途中可不是温室环境啊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 店家承诺会放加温包的 想简单了吧 加温包能保证整个运输途中都在发热吗 如果加温包的效用结束了 那对龟会有多大的刺激 你能保证这龟不出问题吗 所以啊 在这个季节里买龟 运输安全是一大疑问 可能直播间里的龟是正常的 到你手上伸病 请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别忘记一键三连 你们的支持 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 自身的养官人都知道啊 买龟苗最好买头苗 什么是头苗 就是每年总归产下的第一批龟苗 这样的龟苗啊 诞生在温暖的气候中 有更多的时间喂食 也更容易存活 而反之 尾苗就相对弱势一些 由于出壳晚 出生的时间气候相对寒冷 喂食时间也短 一出生就要面临冬眠的压力 所以尾苗往往都是 商家争相抛售的对象 如果你在冬天买龟苗 有极大的概率 是购买到尾苗的 这里并不是说尾苗就一定不好 但是相对于头苗而言 存活率会低一些 再者 这样的幼苗 能经得起冬天运输的折腾吗 你们觉得呢 那有些朋友们就笑啊 小宝啊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了 只要不买温室环境里的龟 不就行了吗 我买那些可以冬眠的龟可以吧 比如草柜啊 黄园啊 本来就不需要加温的 路上只要不结冰就不怕 听着似乎很有道理啊 那请问 你把它买回来干什么 买回来冬眠啊 好的 一个龟鱼圈奇葩诞生了 买个龟回来冬眠 死了算我的 我是绝世好人啊 全体尽力 商家最最搞笑的一句话是什么 大家放心 这龟没问题 买回去就可以冬眠 我吃饱了撑的 用真金白银来换一个龟冬眠 弄不好还收龟壳 你不能开春再买吗 这种奇葩的人奇葩的事 为何在龟圈屡见不鲜呢 好吧 我们的这个圈子里的人啊 就是不一样 其实说句心理话 我们有时候也该为龟生考虑考虑 人家辛辛苦苦卖了一年的龟 虽然是赚的盆满钵满 但也是辛苦钱嘛 他们花了多少心思策划出多少套路 无数个日日夜夜扯在扫门的自卖自夸 很不容易的 都年尾了 我们是不是也该让他们歇一歇 就当是给他们个清闲 给他们放个价 不好吗 我是小胞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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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